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系列的工程能够让我们所有警察同仁的办公处所更加的完备 那也希望藉由这样的努力这样的天色的完备以及设施完备之后 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在各方面执行勤务的时候能够更加的顺利 那最重要的当然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够保障我们全体人民生命财产 还有社会治安 这个派所的基地还有这个位置实在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地点 那其次呢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工作环境之后 我想我们警察的目的最主要就是提供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环境 那良好的环境之下 尤其要提供更专业更效率更有品质的服务 举国派所的一个新建改建极极迫切 那我们今天期待很久的把这个庭舍今天终于啊在各界地方人士努力分走之下 以县政府跟县一位鼎力的支持 今天我们举办庭舍把动武动工的这样的一个典礼 我们的基工舍 我本身的民意代表做得这么久 我们的庭舍很厉害 都不服使用 所以这个改建的工程是一定的 也必须要的 当然啊 这个时期啊 我们的灾情还这么困难 还可以去这个城市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忙 也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环境 如果 如果有需要的办理 现在我们来过 以后要争取的时候 不用提起 管局长做你提出来 我们在座这些议员绝对会全力以赴去支持 因为这些在那些政治建政 就是支持我们自己 而且举光所原源小区里面 是值得我们大家要把他们困难 要把他们支持的地方 基工所 他的丸建筑已经四十几年 达到厨艺的年龄 因为这厨 原源一百八十四个的中卫 所以把我们基工所 所定办公室 去丢路 去贴四十几枚 这个中卫 就我们的原源 技校司司 技副分局长 跟随便说 说这样基工所 可能服务品一次次 所以我们建筑 在议会 提案议会当人 跟我们建筑局 同时的建筑局 当然大家用心用力的建筑 可以在我们驾驶 来用这个当党的电力 这可以说是我们 基工所学区所有 我们这些官民的博旗 举公派出所地面面积三百七十八平 总建筑面积六百零七平 新办公厅设为现在化地下一层 楼高四楼新颖建筑 预计年底新建完工 将提供民众更好的洽工环境 营造园林更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公益频道林俊敏原领采访报导